这鲜花啊 应该一星期换一次 这能想好久呢 这个你都不用相信 路线啊 我都已经摸好了 好吃的 好玩的 应有尽有 你就放心吧 可以啊 还是你靠谱 那远远 不算远 交通也特别方便 而且沿途 还有好多有意思的地方 一会儿想去啊 咱们都可以去啊 你说真的啊 必须的啊 那你先喝点我去吧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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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你成功陪送啊 你谁啊 李浩天啊 那下咱俩在门口 对对对 我说眼熟啊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小妹忙不过来 非得让我来帮忙 你去 行了 东西放下了 忙去吧 那个子儿啊 我都挑出去了 浩天 坐 好 吃吧 喝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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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甜 把门关上 咱嘞 你吃 莫名其妙 慢点慢点 注意安全啊 一直接触不好 慧姐 那傻大哥干吗来的 哪 哪个傻大哥啊 就是那个 龙眉大眼 精神小虎 是在下做我志愿者那个 哦 你说的是李浩天吧 他是小妹请回来的志愿者 小妹说这院里 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新鲜面孔了 我们这些老熟人 老人早就看腻了 需要吸引人来回忆一下气氛 不是 这不是教导老人们喜新厌旧吗 静下之鸟腾 不是 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 别忘了 你当初可也是跟着志愿者 一块混进来的 所以说他不靠谱吗 这人 老人需要陪伴 我们那几个老故事翻来覆去讲 那他们早就听腻了 来个新人挺好的呀 又能陪他们聊一轮 那也不能长成那样的吧 那 那样了呀 那小伙子不错啊 又阳光又帅气的 您就是被美色吸引了 您这两眼都放嘴巴 想说什么 什么什么 所以说不能找太帅的 吃醋了吧你 没有 我就是怕小妹因为乔依的事 和我穿小鞋上来 又是让我讲课 又是找这帅小伙子 这不存心吗这个 你想多了 小妹没那么小心眼 她是真心地为养老院着想 她现在啊 是一门心思 想把丢掉的荣誉夺回来 你呀 平时没事您多帮帮她 别让她一个人那么累 那要不然那课我上了 那也就不需要你帮忙了 那浩天 是那个软件学院的研究生 人长得既帅 且又特别用耐心 肯定能把老人教会 不麻烦你了 好 你去忙吧 忙吧 这么开心啊 说事 真是 真的 很好 就是 走 这是